日本政府呢 购买钓鱼台三个岛屿 现在已经确定跟地主完成了签约 但是呢 我方政府行政院昨天晚上呢 也拿出了钓鱼台土地产权 说早在1971年 钓鱼台就已经是核定国有化了 外交部长杨敬天呢 不但一早召见日本驻台代表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同时也电召驻日代表 预计明天就要返国 大家聊了什么 对不起 外交部长有跟你表达抗议吗 钓鱼台行事审问 手上抱着厚厚一大跌资料 不管问什么 绷绷不回应 购买钓鱼台 日本政府完成了签约仪式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日本驻台代表尊敬陈夫 一早就被召进外交部密会 对日本严重侵害我国领土主权的这种举措 本人特别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 表达强烈的抗议 对日本此一做法 我绝对无法接受 也绝对不予承认 本人特别强烈要求 日本政府应即刻撤回此一步 决定 我们已经请这个沈大使 最快的速度 回到国内来 电召他回国 将近一个小时 双方面对面对谈 杨洁天措施强硬 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回驻日代表沈思纯 表达最强烈的抗议 根据了解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台大约是以日币20亿5千万元 折合台币7.8亿 国防政府立即出手反制 出示了钓鱼台的土地产权 61笔登记资料 而且在1971年的时候就已经核定为钓鱼台国有动作 所有权人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就是中华民国 目前钓鱼台列岛的总价值高达11亿6千万 过去16次的谈判我们发现效果不好 第17次的谈判应该要有具体的成果出来 让我们的渔民在那边的合法权力获得更大的保障 只是国家主权又牵扯到渔民的渔权民生问题 总统府国安高层外交部如何维护别指示光说不练 直线国家主海台北最后报道